你干嘛礼仪光头干什么 我这个光头对我来说 标志着我追了两年的男生 就要成为我的男朋友了 干嘛什么男人要你剃了头发来追他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看到他的时候就心跳加速 难道不是喜欢吗 你为什么就会心跳加速呢 他哪帅呢 他比我们那四个帅哥帅 帅多了 这都不用说 继续 我追了他一年嘛 一年之后开生日 他就接了我送给他的礼物嘛 然后当时他还抱了我 他说谢谢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怎么抱的 你是熊抱你还是深情的拥抱 是我扑上去的 这叫头怀送抱 然后我当时 你说完了没有 一看见就是没有青春 要有这么一个女孩追你 你会觉得无聊吗 你今天干嘛要剃光头 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以为他已经接受我了 我说我跟你表白那么多次 他说你要这么这么喜欢我的话 那你就剃了光头 那我们俩就在一起 我觉得这就是他对我的一次考验 我剃了光头 然后我来这儿抱拔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你傻呀 我哪儿傻呀 他说理就理呀 他说了我理了 我们就在一起 他叫你跳海 你跳吗 当然不跳 我从来没听过那个男的要 你原来是长头发 是短头发 长头发 长头发的时候肯定蛮漂亮的小女孩 嗯 你有毛病叫人家把你底个光头 我不觉得男的不怀好意 我觉得他让我理了光头 没准就是怕别的男生看上我呢 他让你剃光头的目的 你把头发给剃了 我就答应你做我女朋友 我只会跟他说一句话 走你呐 白白 这什么人呐 明显就是不爱我嘛 对不对 你要真为我 好干嘛让我把头发给剃了 我觉得多少带有一点点侮辱性 没有这个妹妹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说跳河他不跳 因为跳河他不跳 这个是正常人的反应 但是剃头他可以剃 对他生活没什么影响 对呀 主长 一个倒霉孩子 让人家理光头干啥 先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韩熙 来自北京 你干嘛让人家理光头干啥 当时就是我和一个女同学 出去吃个饭 就非常非常普通 然后他就突然又给我打电话 说韩熙你出来 我要跟你谈谈 然后我就出去了 然后一出去 他就对我拉拉扯扯 我就特别生气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多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和别的女生出来 然后说为了我 他什么都愿意做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说一句 你要喜欢我 你把头都给我剃了 我都会在一起 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你明明知道 他为你干了很多疯狂的事 我也真没想到 你怎么还能提出 你本来是没想让他理是吧 对 你看白理了吧 我理了之后 他就能看出来我的真心了 但是这会儿他真理了 你怎么收场 你害死人呢 接下来我别多 我也不多说了 我希望你把这两年过程当中 所有累积的话 和沉淀的话 用负责任的方式 在这个舞台上 做个了断也好 是一个新的开始也罢了 你给我把它给说清楚 站到你的位置 站到你的位置 好好说啊 接下来是张月的告白时间 韩西 你那天跟我说 你只要把头发剃了 我们俩就在一起 我不知道头发对 对于你来说 是个什么概念 他陪了我 几年 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剃了他 原来总为 今天 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是不是 就要像那天你说的那样 要跟我在一起了呢 韩西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小月 这两年 你为我做这么多 每次 都是这样包容我 体贴我 我真是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我心里都很感动 我都明白 说实话 和你在一起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开心的 其实 我冲你发皮 白脸子 年第二天 还是该对我多么好 对我多好 一直在付出 不求回报 所以我今天来也是 不想辜负你 我也想 告诉你 我这两年 心中的答复 给你一个正式的交代 我 我强迫过自己喜欢你 像恋人之间 但是我一直感觉就像 对你的感觉就像 对妹妹一样喜欢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咱俩真不能在一起 不可能啊 恋戏不可能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在我肚子疼的时候 你要帮我带热水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在我发伤的时候 你还陪着我 你还帮我送到医院 还守了我一夜 你都忘了吗 这些都是朋友之间可以做的 那你生日送我的这个 这个算什么 因为你当时送我的东西 特贵重 然后我觉得女孩 那不是贵重 那是心意啊 对不起小月 我不用你说对不起 我真的一直把你当作 我好哥们 一直像那样对待你 我不想当你的哥们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咱俩只能做朋友 我为什么只能做你的朋友 你人很好 你对什么事都好 对身边人身边事都很好 但是感情不是强逼出来就能有 你为我把头发剔了 为我做这么多事情 我今天来 也是算对你做一个公平的交代吧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稍等稍等稍等 说清楚 你为什么要理话 还他一个光头是吧 对 对不起 想表达出你歉意的诚意是吗 我不用你理光头 真的要理吗 理得有什么意义呢 我只是要把我心里想法照顾 你一定要理吗 你为了不跟我在一起 理了头发都不要跟我在一起吗 那我给你理吧 我给你理吧 我给你理吧 我给你理好 我给你理好 你理好 我给你理好 我以为你理好 有许多事 让泪水洗过的明白 来 过来 两人都哭什么呀 你先说说 为什么要哭啊 张玉 哭我这三年 傻了三年 你为什么哭呢 我真没想到 是因为纳到这 最后还是许许的 他这个旁边 我问你 张玉 李的一爸 为什么不理了呢 怎么能让他光着头 去见他下一个女朋友吧